我是不是又做错了 没错 只是 只是什么 你说 来 先坐下 这黑茶 应该是要用紫砂来切 而入秋之后 切茶 也是以紫砂为意 我懂了 我先去换 不用 这瓷杯吸出来的茶 怎么比紫砂吸出来的还要香 我明白了 一定是因为你亲手吸的缘故 我 好香啊 再喝一杯 好 你这看的是什么呀 我看的这个是玉龙泉的账 每年东院都会给卖服装 卖了最好的客商给樊店 我现在看有哪几家 上了五万两的 有两三家呢 可不 不过 东院服装的生意 他们可是出了很大的力的 但大多数的客商 一年 也都只能卖万两银子上下 是啊 有一百多家呢 我倒是觉得 前三明当然要鼓励 但最应该翻点的 是这一百来价 为什么呢 这些客商地处偏远 再怎么攒劲 也卖不够五万两 但是努把力 多卖几千两 确实有可能的 而每家只要多卖两千两的话 等一年下来 就可以增加几十万两呢 那以你所见 超过一万两千两的 通通豆饭 我是不是又乱说话了 我呢 就是喜欢听你乱说话 少爷 王世军来了 你稍等我一下 你先下去吧 是 怎么样 回收东家 您和我办的事 我都已经办妥了 来 辛苦了 那我先走了 小王找你做什么 现在不能告诉你 跟我还要保密 这件事现在没有眉目 所以暂时不能伸张 来 周颖 我想去跟爹说一说 让你去参加六船厅的陈慧 六船厅 陈慧 那是干什么的 那是我们吴家太爷爷那辈 所传下来的规矩 每日饮食卯客 我们吴家东院所有的大管家 大帐房 以及没有外出的掌柜 都要聚集在六船厅 去讨论当天生意上的分配 另外呢 我们吴家东南西中这寺院呢 有许多的生意 是互相参股的 所以每个月的初一 我们寺院的大管家 大帐房 以及相关的掌柜 也要聚集在六船厅 去讨论生意上的事 好啊 大家都说 东院的管家 帐房 掌柜 个个都精密能干 能听他们说一句话 一定胜读十年书 十年书 这肯定是比不过 不过呢 对东院的生意 倒是能够从中得之八九 爹会让我去吗 他都不让我出门 还有你啊 让我跟着春信学绣花呢 东院现成养了这么多个绣娘 哪还缺绣花的 反倒是有经商天分的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说我 有经商天分 你刚才那番见解 连我都想不到 是吗 是啊 你放心吧 东院正在用人之际 我相信爹一定会答应的 最近我们的生意掉了一大半 掉就掉吧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爹 爹 你来干什么 我来挑几样好一点的补品 对了 上一次我生病的时候 吃的那个冬鹅鹅椒 我想明天给吴婶带一点 还有 我也想给吴婷哥哥 有没啊 别再点击这吴婷了 也别再去吴家冬院了 可前两天你还让我 别说你跟吴婷 爹跟吴卫文 我们胡家跟吴家所有的交情 所有的缘分 所有的缘分 都没有了 爹 有没 你放心 爹一定在这里寻人们好亲事 我保证比他吴婷好一千倍 比吴家好一万倍 我不要 你要也得要 不要也得要 你回去吧 你赶紧走吧 这是几次人啊 就是啊 你回去吧 走吧 这怎么办呢 我去多找几个人过来 你一个大活人送到你们家 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我不走 我要见我女儿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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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上咱们家 大爷来了 老爷不在家 夫人陪老夫人上香去了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今天憋了一肚子气了 竟然有人送上门来了 那正好啊 人在哪儿 在门口呢 好好好 我不走 我 我又在这儿 您这是干吗 这 这 这 我就是 我就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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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在我们家撒野 找死是吧 你们害死了我女儿 我这个当爹的 活着还有什么 你们别这样 死了这 来这 她女儿谁啊 就是女巫跑了 那那个丫头 周莹啊 周莹啊 爹找你来了 快 老爷子 你来得正好啊 你是谁啊 这是我们家二少爷 二少爷 二少爷 我 我就找你了 这事只能你来办了 我跟你说 卖人的十五两银子 我都带着 要么你还我女儿 要么你得倒找我三十两银子 你还找我要银子 我还没找你要人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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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 我可没用力推你啊 你这是怎么了你啊 我有内伤啊 沈少爷救救我吧 那是什么 叫大夫啊 他们快去啊 叫大夫 快去 快去 要是有坛酒 我能撑会儿 要酒啊 不 这有酒 我拿你拿 快快快快 你现在喝酒行吗 嗯 没了 怎么样 你好点没啊 再来一坛呢 也许能再撑会儿 酒啊 喂 要是我现在给你来两斤卤牛肉 再从春风十里 给你叫几个姑娘唱首小曲 你是不是能撑得更久啊 那我能撑到死 行了 别装了 起来 不行啊 再来一坛酒 要不我没力气气 这酒有什么河头啊 这可是十五年的西凤啊 西凤酒最好喝的不是十五年 是十年的 兄弟 行家呀 而且呢 味道最纯正的 也不是一华油 是欲得代价的 没错 而且一定要在季渠镇喝 那才叫原汁原味 你趴在这地上 能喝出什么来啊 咱现在就去季渠镇 点上它最出名的酱肘子下酒 还有奶汤锅子油 没错 走吧 走了 快走 来个少爷 这